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肉夹馍还是陆毅出差给他带回来的 他利用微波炉简单热了热便开始享受美食 正当他想要吃的时候 陆毅的手突然间叹了过来 将肉夹馍给抢了过来 开始吃了起来 惊吓看见是陆毅 盯着那个肉夹馍道 那个是我咬过的 陆毅道 你咬过的就是你的呀 惊吓道 那当然了 陆毅看着惊吓倔强的样子 立刻俯下身来 在惊吓的唇上轻轻一咬 惊吓怒动陆毅 称怒道 陆毅 你属狗的呀 陆毅轻轻抚摸了下惊吓的唇 笑着调侃道 现在这也是我咬过的了 是不是就属于我的了 说完后 挑衅地看着惊吓 惊吓被陆毅这无赖的举动瞬间给逗笑了 陆毅奇怪地看着惊吓 你笑什么 惊吓笑呵呵 嘚道 原来 你竟是一个无赖 嘖嘖 陆毅道 看你这样子 还挺喜欢无赖的 去 给我弄一个肉夹馍 惊吓道 哼 我大人有大量 不和你计较了 陆毅看着惊吓屁颠颠地去热肉夹馍 自己继续吃了起来 早上这个小插曲倒是蛮欢乐的 翘班 陆毅载着惊吓来上班 惊吓再一次询问道 你和徐小姐约的几点 陆毅道 中午 惊吓道 那我岂不是要请假 陆毅道 我批了 惊吓道 不行 那要扣钱的 陆毅道 明天出差 下午的假是给你回家准备行李的 惊吓道 嘖嘖 奸商的脑袋果真是不同一般 陆毅道 我是奸商 那你是什么 惊吓道 被压榨的小员工呀 陆毅道 哼 就你 值得我压榨吗 惊吓道 别小瞧我 等我今后技术水平提升的 说不定比你赚的还多呢 陆毅道 拭目以待 惊吓道 等着吧 两个人一路调侃 一起来上班 仿佛不知不觉之中 调侃已经成为了他们两个人相处的方式 这种调侃方式让彼此舒服极了 今夏不用故意去讨好陆毅 陆毅也不担心今夏会生气 两个人都是懂得把握度的人 知道什么的玩笑无伤大雅 知道什么样的调侃不会伤到彼此自尊 什么样的场合说什么话 两个人之间的默契 不知道何时便形成了 饭局 中午的时候 今夏随着陆毅一起去赴宴 徐家小姐早就在包房内等待 陆总 不介绍下吗 徐家小姐看见今夏后 笑呵呵地问道 原今夏 我未婚妻 徐长青 徐氏企业的大小姐 你好 你好 两大美女握手打招呼 早就听闻徐大小姐雷厉风行 今日一见 果真是名不虚传 今夏称赞道 谬赞了 我也只是借着家父的光 倒是你 陆总将你藏得好好 是不是怕别人抢去了呀 徐长青调侃着 不是我想藏 是他想躲呀 陆毅看了一眼今夏 笑着道 三个人坐在包间内 陆毅将菜单递给徐长青 绅士 得道 徐小姐 请点菜 徐长青也没有客气 拿起菜单自如地点了起来 随后 将菜单递还给今夏 笑着道 袁小姐 你再点几个 陆毅接过菜单 笑着对服务员道 再来个西湖醋鱼 东坡肉就可以了 徐小姐看着陆毅 笑着道 看来陆总对女朋友的口味了如指掌呀 陆毅看了一眼惊吓 道 时间久了 自然就知道对方的喜好了 徐小姐道 陆总和袁小姐的感情还真是叫人羡慕 不过 陆总 你确定不打算和我们徐氏合作了吗 陆毅道 疫情期间 陆氏打算走保守路线 不打算继续投资了 徐小姐道 保守路线 这可不像是陆总的风格 陆毅道 那是因为你不了解我 徐小姐道 那是你不给我机会 若是陆总想要继续和徐氏合作 可是随时联系我 到时候陆总便会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了 保证不能让你失望 陆毅道 好 等我们有机会合作的 徐小姐道 菜来了 一起吃吧 徐长青看了一眼惊吓 发现她是一个很特别的姑娘 自己如此挑逗陆毅 她居然丝毫没有反应 只是坐在陆毅旁边保持着礼貌的微笑 没有插眼也没有生气 看来不是因为不爱 而是对身边这个男人十分的信任吧 徐长青看见陆毅给金夏夹菜 看见金夏笑呵呵的吃着 两个人配合的倒是默契 那一刻她不禁有些想某人了 若是她在身边 或许也能如此吧 想到此处 徐长青不禁喝了一口红酒 这满满地狗粮让她有些食不知味 原来是她 聚餐结束后 三个人往出走 这一次聚会 陆毅并没有喝酒 而是让金夏陪着徐长青喝了些酒 官方理由很简单道 她要担任司机的任务 真实理由道 她不喜欢和不熟悉的女人喝酒 陆毅看着徐长青道 徐小姐 我送你回酒店吧 还未等徐长青回来 只听见一男子的声音响起道 不必了 我接他回家就好 金夏向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个有些脾气的帅气男人 出现在徐长青的后面 将徐长青扮拥在怀中 徐长青有些惊喜得道 你怎么会在这里 那男子回复道 有人说你要和陆氏集团的太子爷联姻 我赶过来看看 徐长青尴尬的看着陆毅 称怒道 你听谁说的 胡说八道 那男子没有回答徐长青的问题 只是看了看陆毅 笑着道 陆总 人我带走了 拜拜 陆毅摆了摆手 没有说话 男才女貌 金夏看着徐长青被这个帅气的男人带走 忍不住赞叹道 果真是男才女貌 陆毅看了一眼金夏 道 走了 回家收拾行李去 金夏道 不对啊 怎么会这样巧合 陆毅 那男人不会你叫来的吧 陆毅道 你怎么这么多问题 金夏道 快告诉我 是不是你叫来的 陆毅道 走了 金夏道 不对 你指定知道些什么 快告诉我 陆毅道 不知道 金夏道 他俩是不是有故事 陆毅道 不清楚 金夏道 你告诉我呗 要不然我寝食难安 出差都出不了了 陆毅道 那我和杨经理说一声 让他给我换个人 到时候出差补助 你别想要了 金夏道 别呀 陆毅道 走不走 金夏道 走 金夏道 哥哥 好哥哥 你告诉我呗 他俩到底什么关系 陆毅道 唉 情侣 金夏道 我知道是情侣 但是指定要故事的 对不对 陆毅道 你怎么好奇心这么重 金夏道 告诉我吗 陆毅道 我考虑看看的吧 我考虑看看的吧 陆毅道 陆毅道